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Lansdown之间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大堂 那你可以看到大堂有安保 而且我们所有的快递都可以在这边 那么现在很方便 快递只要把这个放进盒子里 然后会给你一个密码 你有这个密码就可以打开 就可以去走 不需要接触 我们先进电梯 这栋楼一共有七楼 那么我们的这一户在三楼 那这是一个两房加蛋的户型 906尺 跟我来看一下吧 就是一个U字型的厨房 而且很宽大 这是一个五灶的炉头 那么它的品牌呢是Caching Egg 是很不错的 下面是烤箱 那油字型的厨房呢 就会给你很大的空间来料理 你看到这里都可以作为你的料理台 那么到这一边呢 它的水槽 当时开发商交房的时候也很好 它是分两个槽 这是Panasonic的Build-in的微波炉 下面有很多的储藏空间 包括转角 这一边呢就是洗碗机了 那这个倒台呢 在这一边 其实你可以不使用这个餐桌 因为在这边就有比较大的空间 早晨家里人少 早晨吃个早饭啊 在这里都没有问题 那这里还有一个放餐桌的位置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客厅 这个客厅的朝向呢 是朝南偏东 所以这个都是比较 采光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后院对的是花园 这一片呢是小孩玩的playground 那下面有可以散步的地方 这个阳台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上面是有顶的 所以呢下雨也不怕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BBQ 可以喝下午茶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呢 如果小孩在这里玩 家长也可以不下去 就可以看到 这套房子的阳台呢 是不靠马路的 那么也是在内街 非常的安静 那这个客厅呢 应该是相对很宽的 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公寓 可能只到这一边 你看我这个客厅非常非常的宽 现在我带你来看一下主卧 主卧呢 我们是放了一个king size的床 你可以看到 那么两边呢 还有比较大的空间 而且这个主卧也是朝南的朝向 采光非常的好 跟我来 再来看一下 它的进入式衣橱 这两边有很多的储藏空间放衣服 包括大衣啊什么都可以挂在这一边 来看一下很多的储藏 然后这是一个主卧的卫生间 它不仅是有两个脸盆 而且它的淋浴和浴缸都有配置 那因为你是通过镜头 不能感觉 那么我现在脚底下踩的是有地热的 好 那你觉得主卧已经比较大 让我带你来看一下第二个卧室 它这两个卧室呢 是分开的 互不干扰 稍微比主卧小一点 而且它的朝向呢 也是朝南 看外面呢 也是看到小区的内景 非常的安静 那除了这两间卧室呢 我们还有一个袋 那么跟我来看一下 这个袋呢 是没有窗户的 但是呢 虽然不能够放下一张床 可是放书桌和椅子是戳戳有余的 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工作室 在我右手边呢 是洗衣机干衣机 让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大的尺寸 不是那种24寸的小的 不是那种24寸的小的 反面这一边呢 是壁橱 但是我们现在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大的空间 那是给我们塞满了东西 那进门的地方呢 还有一个卫生间 跟我来看一下 它这个卫生间呢 是配置了淋浴 那这个房子呢 离Lansdown天车站并不远 走过去也就是10分钟左右 那么你搭天车去Lansdown Mall 都很好 都很方便 那如果你要到大同华去购物的话 这里离得比较近的是 Olympic Auburn旁边的大同华 走过去也就五六分钟 那我们这个房子呢 是906尺 两房两位 加一个带 那么还包括一个parking 一个storage locker 开价呢 只有79万8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或者拨打我的电话 谢谢 拜拜 拜拜